七只小羊的万圣节 今天万圣节,我们来玩躲猫猫 七只小羊求大黑 你扮鬼很可爱 大黑早就想扮鬼了 扮鬼多好玩 游戏开始了 大黑闭着眼睛数数 一,二,三,四,五 七只小羊捏手捏脚跑出洋房 跳出农场 五一,五二,五三 大黑问 好了没 咩 农场里的山羊,绵羊们说 咩 九一,九二,九三 好了没 咩咩咩 羊大狼扮国王 羊二狼扮王子 羊三狼是巫婆 羊四狼扮海盗 羊五狼扮人者 羊六狼披着斗篷扮成吸血鬼 羊小狼年纪小,胆子大 带上野狼的面具 喊 出发咯 出发过万圣节咯 那大黑怎么办 他还在问 好了没 好了没 农场里的山羊 农场里的山羊,绵羊全喊着 咩咩咩 万圣节的晚上到了 咯咯咯咯咯咯咯 七只小羊兴奋地敲着门 原来这里是大牛叔叔的家 大牛叔叔把门开开来 七只小羊兴奋手里的冰棒 木棒和狼牙棒 不给糖就给棒 大牛叔叔摇摇头 我家里没糖 不给糖就给棒 可惜的是 大牛叔叔皮粗肉后不怕棒 羊大狼笑着说 你不给糖 六只小羊接着说 我们就帮你养养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大牛叔叔趴在地上求饶 给糖给糖 要什么糖给什么糖 七只小羊好开心 拿了牛皮糖 装了羊桃糖 还抓了一把鸡毛糖 好了 他们又到了另外一个门的外面 小羊们在门外等着 这是谁的家呢 七只小羊还没喊 袋鼠阿姨已经端出一盘跳跳糖 他比小羊还兴奋 不给糖就给棒 羊小羊手插着腰 不行不行 你又很害怕 羊大狼叹口气 大人怎么老是忘记 小羊们吩咬他 还有 不可以马上拿出糖 要装作不愿意 知不知道 大叔阿姨拍拍额头 不好意思 我等这天等太久了 好好好 你们再敲一次门 我一定不会忘记 羊平常怕狼 狼平常吃羊 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万圣节 狼不能欺负羊 小羊可以来要糖 咕咕咕 咕咕咕咕 七只小羊 站在大野狼家门口 心里紧张又刺激 咿呀 是野狼爸爸开的门 不给糖就给棒 七只小羊说 糖呀 哈哈哈哈 野狼爸爸眯着眼 流着口水 在他眼里 七只小羊 不是万圣节的小鬼 它们是嫩嫩的小飞羊 如果做成烤小羊 今天是万圣节 你不能吃小羊 羊大郎鼓起勇气说 今天是万圣节 你要请我们吃糖 羊小狼也大声喊 野狼爸爸递着口水 给了他们几根狼牙棒棒糖 羊大郎一看 过七了 过七的糖也是糖 野狼爸爸用尖尖的爪子 梳了梳胡须 回头看看墙上的钟 现在是十一点钟 过了十二点 我就来抓你们了 对呀 万圣节直到凌晨十二点 过了十二点 就不是万圣节了 那时 狼会来抓羊 狼也会吃羊 七只小羊慢慢的往后退 野狼爸爸吼着 准备好了没 喵 喵喵喵 七只小羊同时往后一跳 他们好害怕呀 后面的森林 不断传来野狼爸爸 兴奋的叫声 喵喵喵喵 喵喵 野狼爸爸追来了 快点逃走 羊大郎越过二郎 三郎追上四郎 五郎黏着六郎 小郎跌了一跤 但是大野狼快来了 他不能哭 爬起来继续跑 他们低着头 快跑 竟然追过一部公车 跑进村子口 好不容易回到喷泉广场 正想休息 砰的一声 撞上一群万圣节小鬼 哎哟哎哟 大家揉揉头 后头突然传来了一声 啊呜 万圣节小鬼们 脸都下白了 大野狼来了 他们急急忙忙跳起来 匆匆忙忙想回家 国王的权杖不要了 巫婆的扫把丢掉了 在最危险的时候 大黑赶来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大黑浑厚的叫声 吓走了大野狼 也把七个小鬼 不 是七只小羊 带回农场 千交代万交代 要你们别摊玩 大黑说 还不把面具拿下来 羊大郎是国王 羊二郎是王子 巫婆是羊三郎 海盗是羊四郎 羊五郎变忍者 羊六郎脱下吸血鬼斗篷 羊小郎 你也把面具拿掉呀 羊小郎演的是大野郎 他拉掉面具笑着说 我不是羊小郎 我是狼小弟 大家都吓了一跳 狼你是狼 狼小弟点点头 今天万圣节呀 对呀 小羊爱过万圣节 小狼也想玩呀 森林另一边 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 那是大野郎的家 野郎爸爸要大家把面具脱掉 蜘蛛人是狼大哥 蝙蝠侠是狼二哥 狼三哥扮成巫婆 狼四哥是南瓜人 狼五哥当忍者 狼六哥脱下吸血鬼的面具 说 狼小弟 你也把面具拿掉呀 狼小弟脱掉野郎面具 我 我是羊小郎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拖回来啦 哇 羊小郎最大的本事就是哭 他哭得山摇地动 哭得大狼 小狼抱着头求他 别 别哭啦 你要什么 你都拿去吧 羊小狼带回头套 抱走所有的狼牙爆猫糖 开开心心回到喷泉广场 坐在广场另一头 也是一只笑眯眯的野狼 啊 那是半野狼的老小弟 两只小狼彼此点点头 同时拿出所有的糖果 羊小郎用狼牙爆猫糖 换了几颗牛奶糖 老小弟分了几颗跳跳糖 给羊小狼 跳跳糖的滋味真好 在他们的嘴里 跳呀跳呀 于是 羊小郎说 万圣节真好玩 我明年再来吓你 老小弟也说 万圣节真的很好玩 而且明年我长大了 我来吃你 老小弟的牙齿又白又立 羊小郎听了 吓得腿都软了 哦 还吓跑了刚脱下来的野狼头套 但是 野狼头套怎么会跑 月亮被云遮住了 一阵冷风吹过狼小弟的身体 那个会自己动的头套 又朝他跑过来 鬼 万圣节真的有鬼啊 老小弟边跑边叫 连糖果也都不要了 他跑得那么快 跑得那么急 就怕万圣节的头套鬼追上他 讲完了 1 3 3 7 6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